背着善载跑火爆剧情持续蔓延 编佑夕作为男一号柳善载成为观众们关注的焦点 她的中学时代毕业照片被曝光后 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的话题 很多粉丝发现 尽管时间飞逝 他们的容颜却依然保持着不老的青春 尤其是背着善载跑的编佑夕 她是从小美男子慢慢长大的 而《泪之女王》中的金秀贤 她的帅气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 搜查班长1958的李帝勋 她的容颜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齿昌序和宋仲基 他们都是天生丽质的美男子 然而男祝贺的变化却是最大的嘛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八位韩剧男神们学习时期的帅气吧 一 边佑夕 边佑夕 这位近期备受瞩目的大势男星 在新剧《背着善载跑》中成功塑造了顶级明星 柳善载的形象 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英俊的外表 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 她用Eclipse出道以来 始终站在顶峰 观众们为她的魅力所倾倒 她那独特的气场和气质 竟让人们误认为她本就出自偶像歌坛 毫无疑问 编佑夕就是活脱脱的 天选善载 近日 韩国网友爆料称 背着善载跑的选角过程可谓艰辛 除了小绿飞金会晕不可外 许多形象符合的男演员 因误解该剧为偶像粉丝恋爱剧而拒绝出演 然而 当剧本落入边佑夕手中 她决定参演后 这部剧才得启动制作 最终 善载 这个角色成为了边佑夕的代表作之一 她的童年时期和现代的样子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迷人的小酒窝让人心动不已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高的增加 她的身材变得更加修长 五官也更加立体鲜明 二 金秀贤 金秀贤凭借火爆热门聚集《泪之女王》 再次引爆人气高峰 演技明场面和与金志源的超强CP感引发热议 然而 随着关注度水涨船高 她昔日的《黑历史》也纷纷浮出水面 爆炸头式的自然卷发 稚嫩青涩的龙套时光 以及宣传活动中的尴尬瞬间 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又忍君不禁 此次在《泪之女王》中 金秀贤饰演男主角 白贤佑 与金志源饰演的财阀千金 红海人 演绎了一段相爱相杀的格差恋情 与剧中精英形象截然相反 现实生活中的金秀贤 却显得憨态可居 她曾被誉为握手被拒难 因为在各种宣传活动中 总是被忽视 那副尴尬的样子实在太可爱 此外 金秀贤大学时期的照片 也曾引发热议 那时的她顶着一头夸张的爆炸头 腾松杂乱的头发 与如今的形象判若两人 尤其是戴上头戴后 简直个性十足 但这并非她的错 毕竟她天生自带严重的自然卷发哦 她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美男子 从小到大都散发着迷人的气质 现如今 金秀贤已经三十多岁了 但她的容貌仍然像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样 她的不老颜值实在令人惊叹 李帝勋 李帝勋 这位凭借模范计程车 You move to heaven 我是一物整理师 风靡全亚洲的演员 最近可谓火爆热议 让人瞩目 自称为SBS儿子 的她 为了演艺梦想 不惜放弃名校高丽大学 转入韩国艺术综合大学 攻读演剧院 据她透露 高中两年级时 曾与一位优秀的同班女孩相恋 然而在高三时 却因分手而成为同班同学 甚至一同竞选班长 尽管她全力以赴 但最终还是落败 随后 她坦言道 前女友当选为班长后 我在高中三年级时 变得畏首畏尾 原本我是个爱表现的人 喜欢在课堂上向老师提问 但到了高三 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而班长总是对我提出批评 我记得那是我高中三年级 最平静的日子 此番言论引发现场观众 一片欢声笑语 对此 主持人留在是惊叹不已 这真是太罕见了 我从未想到 前女友竟然能成为班长 此外 李蒂勋在舞蹈领域 也有着独特的才华 她在大学期间 不仅加入了舞蹈社团 还在绿色母亲出发仪式上 表演了麦克尔 杰克逊的经典曲目 Billy Jean 更在粉丝 见面会上大秀 Exo的热门舞曲 Love Shot 展现出非凡的舞技 李蒂勋 也是韩国电视剧界 公认的动名男神 她的学生时期 毕业照片 和现在的样子 对比来看 她的脸上 丝毫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充满了少年感 四 朴旭俊 朴旭俊 她的学生时期 和现在的样子 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只是以前的她 显得有些憨厚 现在的她 则散发出 强烈的男性魅力 她的眼神 也更加坚定有力 她凭借在热门 剧集三流之路中的 精彩表现 吸引了大量观众的目光 而其在真人秀节目 《饮食堂2》中的出色表现 更是让她收获了 无数粉丝的喜爱 在她的小学毕业照 被曝光后 粉丝发现 照片上的她本名叫做 朴蓉归 一笑起来 眼睛就眯成一条线 还能看到 那整齐排列的 八颗结白牙齿 简直和如今 已经29岁的她 毫无二致 随着朴旭俊的走红 她过去的一些 黑历史 也被网友们挖掘出来 然而这些所谓的 黑历史 其实只是她皮肤 稍微黑了一点点而已 因为她的外貌 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比如 她在19岁那年 参加过综艺节目 《无限女孩》 当时节目组 突然袭击了 汉林演艺艺术高中 她幸运地被选中 和女邪星 申凤仙搭档 进行游戏缓解 那时的她 皮肤有黑 顶着一头复古半平山刘海 显得格外清纯可爱 2011年 正在首尔艺术大学 演剧学系就读的朴旭俊 还曾在学期作业中 担任男主角 在一段 只有短短一分半钟的短片 春日中 她全程没有说一句话 仅仅依靠眼神和肢体动作 展现出了精湛的演技 那个时候的她 和现在的样子 也相差无几 只不过身材略显瘦弱罢了 去年 朴旭俊来到台湾 宣传新作品时 就在见面会上 大方展示了自己的童年照片 但是那些照片 都不如这次曝光的小学毕业照 来得更加贴近生活 在这张最近在网上热传的毕业照上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本名 朴隆归 她一笑起来 就能露出整齐的八颗牙齿 颧骨微微上扬 使得眼睛部分 看起来有些许变形 这正是她标志性的笑容 非常容易辨识 也充分证明了她天生的帅哥基因 五 池昌旭 池昌旭 她也是一个纯粹的 母胎美男 从她的学生时期的就照片可以看出 她从小就展现出了极高的颜值 她那标志性的深邃大眼睛 依然那么迷人 但是 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 池昌旭可能没有睡好 所以她的眼睛看起来有点无神 六 男祝贺 曾在电视剧耀眼 与Star up中展现 卓越演技实力的男祝贺 她的学生时代 曾经历了痛苦而漫长的牙齿矫正过程 然而正是这段经历 铸就了今天的这位男神模样 所以 千万不要小看身边那些看似普通的男生 因为谁能想到 他们有朝一日 可能会变成让人惊艳的帅哥呢 到那时再后悔 可就来不及了 男祝贺 她曾经因为学生时期的这照片 引起了很多讨论 小时候的男祝贺 留着一头眉上短刘海 那时的她 外貌并不算特别出众 给人一种邻家男孩般的亲切感 然而 当她戴上牙套 纠正了包牙 脸部轮廓发生了变化 再加上她流起了长刘海 整个人的气质瞬间提升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神 让许多网友都感叹不已 七 送中鸡 送中鸡 她绝对是一个真正的 母胎美男 她的学生时期的外貌 已经基本定型 五官深邃精致 娃娃脸非常可爱 难怪她会成为众所周知的学霸校草 优秀的送中鸡 早在大学期间 就因出色外貌 而被众人熟知了 据说 她曾经作为学校的招生模特 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魅力 更令人瞩目的是 成名前 就有热情的粉丝 为她设立了强大的后援会 这样的人气 实在是让人无法抵挡啊 此外 我们从网络上发现了 送中鸡高中时期的照片 那时候的她 只有17岁左右 与2016年太阳的后裔中的形象 形成鲜明对比 那时的她 皮肤略显有黑 但浓密的眉毛 和迷人的眼睛 却使她充满了男性魅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宋仲基退去了年轻时的稚嫩 如今的她 更加成熟稳重 然而 仅仅关注她的外表 是远远不够的 在某次节目中 我们不仅看到了 宋仲基的高中毕业照 还了解到她的学习成绩 原来 韩国过去的成绩单 是以秀美 优良等字眼 来表示成绩的高低 而宋仲基的成绩单上 全都是优 真是太惊人了 她不仅拥有英俊的外表 还是个学霸 简直就是人生赢家 值得一提的是 宋仲基在学校里 曾担任过学生代表 甚至还上台宣誓过 看来 她不仅在电视剧中 扮演着男主角 现实生活中 也过着如同男主角般的精彩人生 如今 宋仲基已经接近40岁 但她的皮肤仍然白皙光滑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八 朴宝剑 朴宝剑 她是一个备受期待的 潜力鼓 男神 全能型选手朴宝剑 学生时代便或风目动暖男美誉 她才华横溢 会弹琴 唱歌 还是游泳校队成员 颜值爆表 堪称校园明星 试想 若班级中有如此耀眼的同学 还有谁能专注听课呢 她小时候的身材比较圆润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高的增加 她的身材变得更加苗条 她的五官也越来越突出 从一个胖乎乎的弟弟 逆袭为顶级男神 她那无辜的小狗脸 深受粉丝们的喜爱 以上这些男神 你觉得 谁的学生时代更吸睛呢 接着